牛说牛有理 熊说熊有理 到底谁有理 欢迎收看迎战齐全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 邱玉良邱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齐的收盘表现 台子齐今天以下跌36点来开出 那么最高点出现在早上10点 来到10892 那么随后就是一路的震荡走跌 那么最低点出现在12点42分 来到10803 那么最后尾盘跟着什么 A50大陆股市又拉了一段 那么今天的高低区间总共是89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从60几点70几点80几点 最近的震荡幅度越来越大 那么现货的成交量 今天来到1487亿 所以老师今天下了一个标 月线到底行不行啊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今天有在看盘的话 你会知道今天整个台子齐 刚好打到月线上 那么今天的高低区间啊 虽然只有89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样是一个上下震荡洗刷刷的行情啊 如果在这种行情里面 你没有一个好的工具 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来帮助你的话 今天这种盘 我相信你很容易追高杀低 你很容易被整个盘洗到晕头转向 甚至啊你可能多空双疤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邱老师的会员 你今天不仅仅是毫发无伤 你一定是什么 今天的大赢家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邱老师怎么样带领会员朋友 在这样子震荡的盘势 还能够成为大赢家 那么今天啊 老师在开盘的时候 一样我都会开着这电视上的一些财经节目 来看一下到底这些老师说什么 为什么我要看 因为我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 还是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东西 我想看看其他的老师到底在讲什么 结果呢 我发现到这上个礼拜啊 很多老师开始叠的时候 这些股票老师都告诉你 赶快找买点 难得的大机会要来了 那么过两天再跌的时候 他告诉你 如果没有跌 你有机会买到这些价钱吗 结果呢 今天继续跌 他说超跌了啊 赶快买啊 各位投资朋友 就算下个礼拜再跌 我保证他还是叫你买 所以这些股票老师的字典里面 只有三个字 买买买 对不对 我没有讲错 那么有一些空头老师啊 终于告诉你说 你看 我说要回档的果然真的杀下来了 但是呢 他忘记他被嘎过2000点啊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邱老师要跟大家讲这些 因为每一天大家所吸收到的资讯 都是这些东西啊 对你的操作是完全没有帮助 什么样的东西才对你有帮助 来我们来看 今天早上的牛熊最前线 第一个台子月线落在10848 具有技术面的支撑 第二个 清源由高档连续拉回三天啊 有利股市 第三个 主力台子多单大幅减码转趋保守 第四个 A50无力收复月线恐拖累台子 我们看电灯泡 今天开盘的预估量说 买盘持续观望 盘是一跌难涨 但是下方有什么 月线的支撑 容易出现技术性反弹 短线孔在哪里 10850附近震荡整理 当冲已短不宜长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早上 现货一开盘 邱老师就把这些 期货的多空重点 把它整理出来 你想想看 到底是那些电视上的资讯 对你的帮助 还是这个实战的什么 守折对你有帮助 你去想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我真希望大家 能够在开盘的时候 看一下老师 帮大家准备的这些资料 真的非常的有用 今天是不是上下震荡 就收在月线 如果早上你看到 我给你的这样子 的一个讯息 是不是你至少不会被 多空双疤 而且这样的讯息 根本不用花你一毛钱 很多老师啊 同意跟我讲说 邱老师为什么你要写这些东西啊 你又收不到一毛钱 你帮这些人 简直是佛心来的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邱老师身为一个 专业的期货分析师 看到太多人不懂期货 在那边随便带单 那么很多散户在期货里面 股票输完了 期货再来输一趟 最后怎么样 输到口袋都空空 我实在看不下去 因为很多人手上有多单 永远只想听力多 手上有空单 只想看力空 大家拼命的找安慰 日以继日啊 每天都这样子 你的操作完全都不会进步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把老师的牛熊最前线 每天早上 好好的用一分钟的时间 你的功力绝对赢过90%的散户 那怎么样得到这个牛熊最前线 其实很简单 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小老鼠A0800370888 小老鼠A0800370888 每天都会提供你独家的期货 牛熊关盘重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牛背背 带我们来看到这个叫做 美元指数的日线图 从前面啊 震荡的高点啊 延伸过来一条线 这条线原本是压力 一旦突破之后就转为支撑 可是呢 最后又跌破回测了季线的位置 连续三天又出现了拉抬的力道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 在这个地方 曾经一度突破月线 然后连续几天都被人家给狠狠的打下来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它整个月线开始转折向下 所以美元指数的计数面 还是属于一个偏空的形态 为什么老师要讲美元指数 因为这个商品对现在 整个国际股市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来知道 看一下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里面 大家记不记得 外资拼命的卖超台股 所以美元在涨的时候外资就容易卖超 那么这一波在跌的时候 美元走跌 外资就开始买台股 为什么 因为美元如果开始涨 很多人就会把股票转成美元资产 所以现在看美元指数就可以判断整个外资到底会买超还是卖超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这个是清源油的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从前波高点延伸过来这个压力线 曾经啊出现大涨的走势 然后呢还是被狠狠的打下来 留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 然后接下来连三天收黑 老师为什么要讲清源油跟美元指数 因为这两个商品 如果一旦失控在网上喷出的话 第一个倒霉的是谁 是那些新兴国家的股市 因为啊美元大涨 他们币值会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那么要买东西呢 油价又变贵了 很容易就是变得血流成河 整个金融市场就会崩溃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几天 有一股力道在打压这两个重要的商品 但是这打下来之后 对股市来讲都是比较正面的发展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倒穷指数最近90天的走势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前波的高点延伸过来一样的压力 经过一次两次第三次成功往上突破之后 连续好几天啊 我们可以发现到导播群拉近 道穷都收了很多的下引线 这表示啊最近利空很多 但是都有办法 多头还是可以把它收复失土 所以道穷现在还是在一个 高档的整理形态 那么熊妈妈带我们来看到 美国企业拿股东钱实施库藏股 内部人却大到货 九月看坏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都知道前面这一波啊 有很多的什么美国的企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盈余 那么因为美元大涨 所以都汇到美国来 那这个时候这些企业都大幅度的买进自己家的股票 实施库藏股 可是啊 现在有新的研究数据出来告诉我们说 在他大买库藏股的时候 公司的大股东 公司的决策者 这些内部人 全部把货都倒出来 光是八月份 各位八月份 一个月就卖了100亿美金 你去想一下 如果股市真的未来看好 这些内部人啊 高阶经理人大股东 会卖股票吗 所以接下来 到底美股还有没有机会再创高 大家要保守的看待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新闻呼应刚刚那一则 科技股抛售才刚开始 分析师说 美中贸易局势恶化将重极产业 各位 现在我们知道 整个美国股市啊 倒穷是属于一个工业型跟小型的类股啊 这个时候撑起了一片天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纳斯达克是以科技类股为主 在这一波上涨里面 其实原本它涨得比倒穷还要快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从高档杀下来 连山跟黑棒 然后跌破的月线 跟前一波高点所延伸过来的支撑 那么昨天老师也画了一条线 就是这条线 从第一档的下方 所延伸过来的上升趋势线 两条线跟月线在这里做交汇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 一旦如果不小心跌破之后 整个纳斯达克就会出现转弱的趋势 所以我们发现最近科技类股 高科技类股简直是哀鸿遍野 所以台北股市最主要是什么 也是科技类股嘛都一样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纳斯达克指数究竟 有没有办法顺利的反弹上去 还是呢开始慢慢的往下做回挡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大盘加全指数的日线图 在这一波下跌的过程里面 尤其这几天 我们可以发现老师特别标注起来 下跌量真的形态已经出现了 所以呢 昨天出量的时候 老师有特别提醒大家 在这个地方出量 有可能有两种可能 一种叫做什么 下沙出量 然后再往上攻 另外一种叫做筹码松动 开始有人忍不住了 开始要落跑了 那么今天又出现一个带量的黑棒 所以后者落跑的机会相对比较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九月台指的日线图 在这一波下跌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成交量是越来越大 这个空头啊 空单开始见列欣喜 机会来了 所以成交量是越来越放大 那么指数越来越往下走 所以各位 接下来今天的未平仓量 有没有增加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究竟这个回档的空单是当冲呢 还是慢慢的开始累积 未平仓量 为接下来的大行情做准备 那我们再看 这个是A50期货的日线图 跟台指日线图的比较 最近60天 我们可以发现到 中间可能有一点点走势不一样 但是最后都会大同小异 手牵手一起走 A50领先我们上越线 领先我们破越线 那么台指跟着上越线 然后现在刚好在越线上 所以越线有没有守啊 各位导播请拉近 可以看得到越线 台指现在刚好在越线上 那么上面了A50已经跌破了越线 这两天啊 曾经想要反弹 但是都失败 所以究竟台指越线行不行 重点在中国股市 所以老师一直告诉大家 看盘两个重点 你只要能够把握 你赢过超过一半的散户 开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美股的涨跌 那么盘中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入股的涨跌 如果你能够拿到这两个诀窍 我相信你看盘的功力 就会大大的增加 那我们再看到 我们把这个A50啊 把它放大来看 在这个地方啊 曾经出现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头肩 头肩顶对不对 老师有在那边跟大家讲 他到了形态的满足点 就有机会反弹 可是刚刚好我们看一下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 像头肩底的形态 因为这里的高度幅度 刚好等于这个地方的高度跟幅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能够守住 他有机会再出现一波的反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连续两天啊 都被月线给压着走 今天盘中甚至要挑战 还是被打了一个什么 长长的上影线 所以现在看起来啊 A50的形态是越来越丑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接下来股市的发展 那么熊说熊有理 牛说牛有理 到底谁有理 老师要告诉你 实战才是硬道理 今天啊也是一个上冲下起的走势 如果你没有方法 今天一定追高杀低 搞不清楚方向 又错失一个赚钱的机会 今天如果你是邱老师的会员 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怎么操作 今天早上9点01分的时候 所有的会员看到都是 同一个价格叫做10869 老师要在这边强调一下 邱老师的会员市价单 一天只出手一趟 所以你看到是 今天所有会员唯一一次出手 我们就算停损 也没有第二趟 也没有第三趟 第四趟第五趟 我知道很多老师喜欢 一天做四五六七八九趟 最后拿中间赚钱那一趟来表演 可是你放心 邱老师所有的会员 只会出现一次的出手 因为一次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小心 所以每一次出手 都是要有成绩 我们看一下 今天在10869进场放空 在哪里回补 很简单 如果你今天早上 就能知道这里是低点 这里是低点 你就可以补在这个甜蜜点 对不对 那怎么样可以知道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一条线 就是我们阴眼预判系统 在早上起子开盘前 就画出来今天的转折 这个点位叫哪里 这个点位叫做10812 所以今天跟着我们在这里 一个方向 跟着我们告诉你今天的转折 有方向 有转折 10869空下来到低点之后 反手做多上去 最后收盘的时候出场 叫做10828 两口台子今天跟着我们做 各位 146点的价差 相当于新台币多少 29200块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假设你是一个 非常有纪律的 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只要怎么样 跟我们做一样 两口单进场 你很有纪律 停损一次 30点就好了 12000块的亏损 今天跟着我做29200块 来来回回4万块 如果你自己做跟着我们做 来回今天差了4万块 只是两口台子 如果你是10口台子 就差多少 20万 所以你觉得汇费跟专业 到底需不需要 你去想想看 行情来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还是让他错过 还是跟着其他散户一样 老汇老地 看着别人在赚钱 你会说老师 你这么神气 证据在哪里 我们看 早上9点01分 9月起始目前10869附近 收讯后务必试驾 做空至少两口大台 成交后停损 颜色30点 我们都很简单 停损就是 简单固定都是30点 不会今天30点 明天40点 后天50点 所以我们的出手 一天就是一趟 停损就是30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告诉你的 8点40分 会员收讯后 预挂10965 做空没有来 10812正负2点做多 是不是在早上 8点45分开盘前 就告诉你的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如果你跟着老师做 这样子来来回回 你的保证金差多少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在寻找交易的圣杯 什么叫交易的圣杯 就是在寻找赢的方法 没有人进来市场想输钱 所以很多人就拼命的去看书 拼命的去上课 拼命的去学东西 各位啊 学的越久就赚的越多吗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我告诉你 你找到的不是圣杯 你找到的这个叫 为什么老师这样讲 老师之前啊 在社区大学上课 帮那些理财班上课 社会人士 另外也在什么 也在政大的一些财研所 帮这些学生上课 上完课之后 我帮大家做了一个测验 实战的测验 就是把过去啊 随机找几天啊 把行情走势图 重新放一遍 让大家做实战演练 看看每个人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 结果你猜猜看 到底是这些理财班 出过社会的投资朋友 赢 还是这些小朋友赢呢 你想一下 我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这个政大的小朋友赢啊 大获全胜 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 我告诉大家 这些理财班的投资朋友 做股票都十几二十年的资历 非常的深 每个人学的非常的多啊 什么易经八卦啦 奇门遁甲都来了 我不是说这些没有用 可是当你学的越多的时候 你的考虑就越多 一下子符合这个法则 一下子违背这个定律 各位啊 等你想完的时候 行情跑光了啊 那么这些小朋友很简单 在涨的时候 你就去跟着涨 跟着去做 跌的时候就跟着去做 把支撑压力找出来 这个时候 绩效自然就出来 不用考虑这么多 我要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大到至简 只要知道方向 只要知道转折 只要知道一个好的方法 跟着做 其实赚钱真的很简单 邱老师设计的这些逻辑 就是专门为了投资朋友而设计 没有每天进进出出 扒来扒去 光手续费你就亏完了 我们进出很简单 方向就是方向只有一个 支撑转折给你 接下来行情就通通在掌握之中 所以行情越来越大 你想要当赢家 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什么机会 长鲜架 168 168 赶快打电话进来 明天你也是赢家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 起始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 精准分析 洞心路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 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 起始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 精准分析 洞心路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 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A50指数 天天A50点 各位投资朋友 自从邱老师 开始在电视上 跟大家介绍 A50指数 越来越多人 开始注意到 这样的商品 有很多投资朋友 加入我们的行列 加入之后 都感受到 原来A50 真的非常有魅力 为什么有魅力 因为它的波动大 非常有机会 做当冲的一个 好的一个市场 那么很多人 打电话进来 还在问说 到底什么是A50 老师只给大家 两个重点 第一个 你只要做台子旗的朋友 你现在这个账户 马上立刻 就可以下A50 不用再开链外的户 签其他的文件 那么第二个 要不要换外币 也不用 用你现在手上的新台币 马上就可以下单 所以换句话讲 你有做台子旗的人 现在就可以直接下A50 那么很多人 不晓得从哪里入门 所以老师特别成立了 A50特战队 来服务大家 我们的A50特战队 条件成立 马上出手 当日冲销 速战速决 千锤百炼 战力十足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A50的走势 今天A50也洗得非常的凶 上冲下洗 尾盘又拉上来 这样的行情 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顺利的 A到50点 我们看 今天早上 9点22分 所有的会员 跟台子一样 我们所有的会员 看到都是同一个价格 没有分组别 都叫做11047.5 在起涨的时候 就被我们抓到 在这个地方 买进多单之后 在哪里平仓 很简单 一样 这一条线是 鹰眼预判系统的A50版 早上就把这个压力线 给划出来 今天这个压力线 在哪里 叫做11125 如果你在这边买进多单 你在这边做平仓 各位 22分到39分 叫做17分钟 短短的17分钟 你总共有232.5的价差 顺利打完收工 你不要看 这样子上来 总共多少 才用到三口A50 保证金到多少 台币 新台币8万块 今天赚到7000块 是不是相当于一根涨停板 请问一下 你股票17分钟 今天能买得到涨停板吗 今天这种盘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今天跟着我做A50 17分钟 就让你打完收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9点22分 A50指数目前11047.5附近 收讯后务必试价做多 至少三口 预挂三口没有成交 然后呢成交后停损颜色10972.5 各位所有的点位清楚明白 你不懂没有关系 跟着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A50啊 高低区间总共270点 台子期89点算大咯 还是不到它的一半啊 各位不到一半啊 3824三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如果你喜欢当充的投资朋友 你不一定要跟我做 但是你一定要去了解A50 因为它叫做当充天堂A50 一次六口效果显著 一天一趟控制风险 所以我告诉大家 真的要当赢家 你一定要找专家 现在长鲜价168 各位中秋节快到 老师先请大家吃大餐 我知道很多人股票还在套牢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化被动为主动 你不能在那边等 你只要拿一部分的资金 跟着邱老师来做当充 每天打完收工 你每天才有进场 才有办法把行情变钞票 所以只有三天的机会 礼拜天结束 赶快打电话进来 明天你就是赢家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